欢迎来到《灰根斯方法》的练习课堂 首先请你们在地上准备一张瑜伽剪 最好在瑜伽剪上放一张大的毛巾 又或者不放瑜伽剪可以用一张大的毛巾也可以 等它们准备在一个空间里 一间课堂就可以用了 首先在这个第一个课堂 请你们在空间里站一会儿 站在两只脚上 然后感觉一下两只脚板和地下的接触状态 到底你的重心多数放在脚的外側还是内側呢 还有左脚和右脚比较 你觉得自己的重量放在哪一只脚多一些 有没有分别的呢 现在请在这个空间里走一会儿 当你一步一步走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其实某一只脚是你会停得久一点 或者多一点重量在那只脚的 好 现在请躺在瑜伽剪上面或者你的毛巾上面 手放直就可以了 还有脚放长 手放在身体旁边 请合起眼睛 然后感觉一下你的背部和地下接触的状态 两个肩膀 两个肩膀 现在放在地下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有一个肩膀贴地下多些 或者另一个肩膀会离开地下多些 左边身体和右边身体比较 左边身体和右边身体比较 哪一边触地下多些 感觉一下在腰下面 会不会有一个空间是跌不到地下的 那个空间有多大呢 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一个小弧线那样离开了地下 那这个弧线有多高呢 好了 再下去低一点 感觉一下臀部和地下的接触 两边有没有分别 然后感觉一下一双腿 有多长呢 一双手臂的长度 一双手臂的长度 和整个脚 好 现在请你弯左脚 左脚膝头的弯 然后左脚板踩地板 但是如果有些朋友 他刚刚可能左脚不太舒服 或者有些痛症 或者有些未康复的伤 这样才算 你很欢迎可以用右脚开始先 如果你用右脚开始先 如果你先用右脚开始弯 那请你以下下来 整个课堂只需要把我的所有指示 然后再反转就行了 好 现在左脚是弯 右脚是直的 放在你的毛毡上面 慢慢开始用左脚推地板 推到地板 没有转位置 所以不是脚板滑下去 低一点的地方 脚的弯度是一样的 如果有些朋友想说 就是硬在地板 推到地板 你会慢慢发觉 当你推左脚板的时候 你左脚臀部 就会慢慢离开地板 好像整个盆腔 向右边倾斜 容许它发生 那么 记得那个幅度 是你在一个舒服的状态就可以了 不用去得大的 在一个舒服的范围里面 推左脚板 然后整个盆腔倾去右边 然后轻轻地把它放回原位就可以了 用最少最少的力 很轻 可以重复两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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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左脚板 然后整个盆腔 如果你想像好像有一盆沙 那些沙就会慢慢轻到右边 然后再轻轻地放回原本开始的位置 很轻柔的呼吸 很轻柔的呼吸 最少的力 好 再回来 请你们弯膝头哥留在这个位置 休息几秒钟 然后下次再开始的时候 请你选择一个位置 将左脚放开一点 即是离开中间线多些 可能放外两三寸 离开你的右脚 放到旁边多一些 可否试一下在这个位置 再推左脚 感觉这个经验是如何的呢 这个傾側和之前是容易一些 还是难一些 请保持你的左膝头哥指着天花板 不要让它太轻斜去右边 膝头哥是指着天花板的 只推左脚 令到盆腔有一个轻轻的傾側 你的重心会觉得 多些重量压去右边 试一下在这个不同的位置 推这个脚板 每一次重复 每一次再拿走多些多余的力 再轻一点 可能你会觉得 除了盆腔的傾側之外 它会带动了脊骨 尤其是下半部小背的部分 那些脊骨也有一个卷动 好 下一次再重复的时候 今次试一下 请你将这个左边的脚板 放近一点的右脚 差不多去到我们的中间线 如果将左边身体和右边身体分开 我们中间有一条想像的线 我就叫那条做中间线 如果这个左边的脚板 比较近一点的中间线 那么在这个角度推这个脚板 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你真的很近中间线的时候 你很可能发觉 哇 重很多 都挺难的 但可不可以都在这个幅度 在一个很小很柔的状态 都试下进行 推左边脚板 令到盆腔有一个倾斜 比较一下这个经验 比较一下这个经验 每一次推左边脚板 在舒服的角度里面 舒服的范围 由一个傾側 然后再轻轻地放回地板 每次真的放回全身体的重量 再重新开始 不用急 如果你觉得想重复多几次 你可以停下录音带 自己在自己的时间 再进行 再开始录音带 好了 下一次完成了探索之后 请你休息一会 拉回左脚 然后休息 其实说到休息 也是一样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在这个课堂进行的时候 你觉得累 或者需要一个短的休息 请随便休息 不用需要我的指示才休息 因为在一个最不累 或者最清醒 或者最开心的一个状态进行 这些课堂 效果是最好的 这并不是一个体操的训练 是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跟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联系 还有听回自己的身体 如何做一些最简单 最直接的动作 在里面改善我们的动作的能力 和柔软度 和那个范围 好 现在请再弯左脚 脚板踏地板 好了 今次呢 试了 呆少少 入少少 中间的三个位置里面 现在尽管试一下 你自己觉得最舒服 最容易的 是哪个角度呢 应该摆这个脚板 在哪个位置你觉得最舒服 来进行推地板的动作 如果摆好之后 请你再推地板一次 今次当你推地板 然后感觉到盆腔傾側的时候 开始感觉一下 右脚 长的脚 它有什么动作呢 会不会觉得 其实当你推左脚的时候 盆腔傾側的同时 这个右脚有一个翻开的感觉 有一个转动 然后你会觉得 右脚尾会慢慢贴近地板 多一点 然后再重复的时候 请你容许这件事发生 以及将它伸延一点 即是你主动把右脚翻开 推左边的脚板 盆腔傾側 然后同时 让右边的长的脚 翻开向外 令到这个过程 或者这个联系 再清楚一点 好,当进行几次之后 就请你再回到原本的动作 不用特意 夸张一点的翻动 任由它发生 就这样推左脚 只观察右脚翻开就可以了 然后在进行这个动作的时候 感觉一下 在你的脚骨上 我们的头的移动 如果我们容许 头在地上有一个转动 或者跟随这个动作的时候 它会不会想 也有一个转动呢? 很可能有些朋友 觉得原来我推左脚 然后盆腔傾向右边的时候 我的头好像微微想转到右边 或者有这样的意思 想转过去 未必开始转 我们给这个时间 慢慢聆听一下 这个身体的联系 由一个身体的部分 起动 然后身体的其他部分 可以自由跟随 保持呼吸很轻柔 好 请拉长左脚休息一会儿 好 在休息完之后 我想你们换一只脚 刚才用左脚的同学 现在就跟着用右边 弯右边 膝骨 脚板踩地板 今次实验一下 推右边脚板 推到地板 然后感觉一下盆腔的傾側向左边 慢慢慢慢推地板的时候 感觉右边的臀部离开地板 然后盆腔傾向左边 那些沙现在傾向左边身体 这边的经验和刚才比较 容易一些还是难一些呢? 觉得重一点还是轻一点? 我们试一下 将右脚放开地板 去旁边 离开中间线 转一点 可能离开几寸 一个舒服的位置 两三寸 三四寸 然后在那个位置再推 保持膝骨 只向天花板 然后完成之后 试试将它放得很近 中间线 来的左脚近很多 在这个距离 这个推地板的动作 如何带动 臀部 或者盆腔的傾側呢? 重一点 重一点 可能 或者觉得幅度不容易去那么多 但我也尝试在这个角度进行 好 现在在三个实验之后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在哪一个距离 对你来说是最容易的 或者觉得最稳定 在那个位置放一只右脚 脚板 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很稳定 不会跌到左边 这是一个什么角度呢? 然后在那个角度 再推地板 很轻很慢地 令到盆腔傾側去左边 沙很顺滑地慢慢流过去左边 然后继续观察一下 今次的左脚 左脚是长的那只脚 我看到了 那个翻动 是不是刚才经历过的呢? 它好像向外 转动 然后左边的脚趾尾 或者觉得膝蓋 贴近地面更多 会不会觉得 已经比第一边更容易呢? 再推第二三次 主动一点 翻开这只左脚 这个转动的动作 帮它伸展一些 或者帮它加强一些 或者扩大一些 虽然也是一个很轻 很柔的状态 令它更加明显 推右边的脚趾 盆腔傾側 然后左边的长的脚 翻开转动向外 好像在地上压下去 每次越来越轻 越来越油 用越少的力 拿走那些不需要的力 或者平时我们习惯的 肌肉的一些绷紧 在这个很慢 和很安全的状态 拿开那些已有的习惯 让肌肉放开 让这个动作更加轻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课堂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功课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 课堂提计我们要慢一点? 因为一快的时候 就会错过了这些机会 如何拿走那些 已有的习惯 那些肌肉绷紧的一些惯性 好,下一次再重复的时候 右边的脚跟随就可以了 不用主动去翻开它 但是聆听一下 它那个翻开是否很自然 或者某一个时间 它自己就会开始转动 然后在这个同时 感觉一下头 会不会有一个感觉 它都很想 或者开始有一个感觉 它都想转去左边 或者是上到颈的一个感觉 盘腔的那些沙慢慢移去左边 然后左边的脚有一个翻动 翻开去外边 然后可能觉得骨 一直上去有一个扭动 觉得它爬得多高呢 这个扭动 可能每个同学都不同了 有些同学可能去到两个肩甲骨中间 觉得有一个扭动 或者觉得胸腔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移动 那些很小很小的移动 是非常宝贵的 虽然很小 但是它开始有一个接收 可能觉得脚有一个想扭动的感觉 聆听一下它们 完成之后请休息一会儿 拉回右脚 然后休息 然后请弯两只脚 两只脚板都踩地板 两个膝头指着天花板 首先感觉一下左脚先 慢慢感觉一下左脚板的内側 内側 即是脚趾宫那边 尝试 被内側离开地下 但是外側仍然在地下 开始的时候觉得 那么小的移动 可能是很小的 被内側拿起 你可能发觉 我的膝头歌开始调到左边 但最主要是带动的时候 是脚板的内側拿起 拿起来 然后容许膝头歌调到左边 但最主要是带动的时候 然后再把脚的内側放回来 感觉一下我们的胯 大腿骨的顶 那个胶 可以多松弛 令到这件事越来越容易 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是大腿的肌肉 一放松了 原来这件事容易很多 我开始的时候觉得 很小的 如何拿起内側 幅度可能很小 不要紧要 最主要是 动作的质量 很轻 很柔 然后放回脚板在地板 然后我们试试 拿起脚板的外側 可以了 即是脚尾 至脚尖 至脚尖 如何拿起它 然后可能膝头会跟随 便会去右边一些 容许它跟随 然后再放回外側 到地板 然后感觉一下 一直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的大腿的肌肉 或者腹部附近的肌肉 或者臀部 可不可以拿走某些不需要的力 令它更轻 更柔 幅度 幅度 是很小的 第一个动作 拿起脚的外側 然后再放回去 然后再放回去 然后我们回到第一个动作 拿起内側 但这次不准膝头 不准膝头走 膝头指着天花板 只拿起脚板的内側 然后放回去 膝头保持 大概指着天花板方向 然后隔着一次内側 然后拿起外側 然后放回去 重复几次 重复几次 只是脚板 隔着一次 拿起外側 一次内側 保持膝头 不要动 这真是一个很小 很小的幅度 动作 但在中间聆听一下 还可以松开些什么 让它更清楚 更容易 当我们很集中的时候 请仍然呼吸 很绵强 很舒服 很松弛 好 在完成后 请你们放回 直脚 休息一会儿 接着再弯回 两只脚板踩地板 我们探索右脚又如何 右脚的内側开始离开地下 然后发觉右边膝头 可能跟随会倾到右边 然后再放回地板 呼吸很舒服很轻 拉起内側的时候 你会发觉 脚趾宫 离开地下 尽量脚板 小腿 大腿的肌肉 尽量放松一点 不需要用那些肌肉 就 令它松弛下来 然后接着 拿起外側 右边脚的外側 然后会发觉膝头 可能会倾到左边 容许它跟随 但起动的时候 是想要拿起外側的脚板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很特别的就是 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的脚腕 有多大的弹性 或者是经过这些练习之后 我们的脚腕 回到它应有的活动能力 这个对我们的平衡 或者是行走 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有帮助 好 接着我们停一会儿 如果准备好 我们就开始 一次 一次拿起内側 一次拿起外側 但是 就不让膝头肌肉 尽量保持膝头肌肉 指着天花板方向 正是拿起脚板的内側 放回去 然后再到外側 很细很细幅度的动作 但最主要我们当重复的时候 享受它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少力 越来越少力 可能甚至有些同学觉得 好像 动作小到好像看不到 但在你进行的时候 和身体的联系很清楚 可能只是微微的 离开地下 但越来越清楚 我们就在这个范围里 精进它 在这些课堂里面 动作的幅度 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要精进或者加强的幅度 是精进的质量 幅度自然就会增强 或者增大 一次拿起外側 一次拿起内側 保持膝蓋指向天花板方向 好 完成的时候 请休息一会 拉长两只脚 感觉一下 一双腿和地下的接触 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由臀部 到到 腳腕 腳板 腳指 和开始比较 会不会觉得长度不同了 或者觉得跟地下的接触 清楚了 或者多了 好, 現在請回到第一個動作, 就是彎左腳 左膝蓋彎, 腳踩地板 然後再推動腳踩地板 感覺一下原本第一個動作會不會輕了 或者不同了 推左邊腳踩 然後左邊臀部開始離開地下 然後你的重心, 你的重量傾向右邊, 到地下 右邊腳翻動 會不會清晰了呢? 這個動作很容易 一推地板, 整件事就沿著一樣一樣的發生 現在的軒人去到多高呢? 骨頭在哪裡? 會不會去到頸和頭, 開始有一個想 都想有一個轉動去右邊的感覺 容許它 會不會覺得輕了? 不用用那麼多力了 好, 然後放回長的左腳 試一下右邊, 彎右邊腳, 右邊膝頭彎 右腳踩地下, 左腳長 找一個你自己覺得最穩的位置 你放右邊腳踩 然後開始推地板 感覺一下那個傾側 那個盆腔的傾側會不會輕了 然後帶動到多高呢? 容許它 如果頭你容許它 在地上 轉 或者地上 有一個 翻動 它會轉去哪邊? 這個動作會不會被開頭試的時候 也輕了? 好, 請放回長右腳 手放在身體旁邊, 腳放長 再審視一下 現在背部和地上的接觸 和開頭的時候有沒有分別? 兩個肩膀放在地上的感覺 一雙手有多長? 腰後面的小弧線有沒有改變? 那個高度 或者臀部接觸地下的狀態有沒有改變? 那個高度 然後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慢慢轉身 然後站起來 然後站起來 然後再感覺一下 現在站在腳上的感覺和開頭有沒有分別? 會不會覺得自己可能高了? 或者 重心穩陣了? 覺得在兩隻腳上的感覺更清楚了? 或者左邊和右邊原本是有點不同的 但是現在比較平均 然後再跟著可以在房間那裡走一下 現在走的感覺 會不會全身的跟隨覺得舒暢一些? 或者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多東西阻礙 那樣 然後希望在上課堂之後 這個身體的感覺會帶進去日常生活裡 不一定在課堂裡面才有這個鬆弛的感覺 或者在上班工作的時候 或者照顧家裡的時候 或者照顧其他東西的時候 都有一個輕鬆 覺得不用多餘的力阻礙自己的狀態 多謝 再一次 補充一下 再次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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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早 補充 前